穿著黃色背心的57歲男子 被警方押解回警局 他在31號上午11點多 到台中神岡住家附近的檳榔灘 買飲料跟香菸 費用大約是100多塊錢 但是因為過去欠錢太多次 檳榔灘翁姓老闆娘 不願意再讓他奢帳 他回家拿了一把菜刀 怕別人看到刀子 還帶了一把雨傘 把刀子藏在傘內眼人耳目 他家到檳榔灘 要大概100多公尺 男子持刀闖入鐵皮屋的檳榔灘裡面 砍傷老闆娘之後 小跑步逃離現場 老闆娘身上血跡斑斑 手扶著頭 慢慢走到隔壁的工廠 向業者求救 地上全部都是頭髮 老闆娘頭部 肩膀與手臂有30多處刀傷 封了37針 還好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調閱監視器 當天晚上8點多 在嫌犯住家附近的空地抓到人 訊問後一殺人未遂罪嫌 將他移送法辦 華視新聞 林健鋒 蕭玉月 柳光環 台中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